应该说白皮书跟所谓的互联网未来宣言是有本质的区别 个别国家呢就是你刚才提到四月份发起所谓的互联网未来宣言 企图呢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就是在这个互联网领域呢 以意识形态划线搭小圈子 制造分裂对抗 违背国际规则 这些行为呢大家应该看到 就是它严重破坏了互联网大家庭的团结 严重的影响了互联全球互联网的稳定和发展 白皮书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们在白皮书中呢提出了构建更加紧密的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 我们倡导的是开放合作包容互建 我们主张的是网络空间是人类的共同家园 网络空间的未来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 而不应该由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说了算 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呢 我们主张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 我们也倡导国际社会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加强合作 共同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 我们也愿意同世界各国深化合作 共同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网络空间 在英国际治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